這次fu 巴黎 事情是在結束之後 會贏 本來確實是心情 真是有點沮喪 因為確實很想贏 但是就是覺得很可惜 不過就是 有調整好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 又回到日本 去義地訓練的時候 就是慢慢的有找回 就是那個 衰柔道的那種初心 找回柔道 從新開始 經歷過世錦賽 金牌戰失利 柔道男神楊勇偉 衝電再出發 他是上屆冬奧一名驚人 闖入金牌戰 最終斬獲一枚銀牌 這回再次挑戰奧運 楊勇偉目標很明確 就是要再拚 上至失職交臂的金牌榮耀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好可惜 就差那麼一點點 甚至就是明明已經勝倦在握 但是就是又錯失了這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比賽就是這樣子 尤其是我們在比賽場上的 變化性很大 試錦賽這麼難的比賽 這麼高強度的比賽 我都能做到 沒有什麼我不能做到的 楊勇偉國際賽戰績輝煌 東京奧運拿下銀牌 杭州亞運拿下金牌 今年試錦賽也斬獲銀牌 狀態調整相當不錯 最新的世界排名當中 男子柔道60公斤級項目 他以6510分位居第一位 將以世界第一的姿態 挑戰本屆巴黎奧運 名列奧運的第一種子 楊勇偉前兩輪賽事 可以避開各國強敵 但是奧運跟世錦賽 兩次決戰若敗 楊勇偉表示 奧運會會拼盡全力 希望在最終戰中一舉奪金 平常心我覺得是要用在訓練上面 去想這個平常心 那你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渴望的心情是要有的 壓力一定有 但就是要看自己怎麼去化解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在比賽上吧 做好自己 上見楊勇偉拿銀牌 創下中華奧運史上 單屆最快奪牌紀錄 今年巴黎奧運 7月27號開幕之後 楊勇偉隔天就要登場 當奪牌開路先鋒 替中華爭取獎牌榮 各國好手強敵環伺 楊勇偉大多數都很熟悉 包括日本強敵永山龍樹 市井賽金牌 來自喬治亞的新星 薩達拉許維利 東奧銅牌 哈薩克老將斯梅托夫 韓國只有兩屆奧運老將金元正 另外沒有對戰過的 俄羅斯跟西班牙選手 楊勇偉也做足準備 每個選手都 真的都是波動之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不一樣的特色跟摔法 還有他們的必殺技 都不一樣 但是你要怎麼去運用智慧 然後從比賽 像是從現在開始的訓練 每一場的訓練都是很關鍵的 因為很有可能 這東西是你可能沒有去注意到的 很有可能在那比賽場上就會發生 還有很多都是來自各國 然後參賽的選手 他們的實力都是很好的 那這些的話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把這些的訊息把它收集出來 包括它的情收的部分 然後在我們平常時的練習的時候 有一些的對策 另外在奧運女子柔道賽場 最8公斤級賽事 將由林真豪掛帥出身 擁有阿美族協同的她 和楊勇偉同樣是台中人 也是國小同學 看了楊勇偉發光發熱 林真豪也要為自己的奧運賽場 力拼一搏 在上一次比完賽之後 就是帶給我很大的信心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奧運 也是我第一次在比賽場上 可以贏那麼多 而且那時候的籤其實也不是說太好 都是遇到一些很強的 然後之前沒摔過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摔完的時候 帶給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為了拼勁奧運 林真豪遍體零傷 膝蓋跟腰部都有傷 積極治療同時 也不忘調整訓練 奧運前會逐步提升強度 劉文人教練表示 林真豪所屬的量級前四種子 大家都有對戰過 也曾經贏過 技術上有一搏機會 但最重要的是臨場穩定度 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因為上一次就是只希望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當然這次也是要把 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但是我有一個目標是放在那 我就是要站在那邊講台 除了楊永偉跟林真豪之外 還有即將三度挑戰奧運的 柔道女王 林真嶺 柔道三人 出身巴黎 教練表示 短期禁忌 人人都有機會 只要能夠調整好狀態 國際賽都有無限可能產生 希望他在整個一個訓練當中 是一個常態性的 然後積極的 然後專注的在他的訓練上面 不要有太多的一個 外來的一個影響 那本身他們對自己 一定會有一些的期許 那這些期許的話 我想也是對他們來講 是最大的一個動力 柔道仲將 將是用命 扛著世界第一招牌的楊永偉 肩負國人期望 幫忙打出好表現 在最終舞台一舉夺下 勿換榮光 TVBS新聞張家寶來明 高雄財寶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